这些百姓如鸡似喝地学习上帝的话语 特别是毫无偏差的真理之道 全球报道先锋常常都是在全福音最艰难的地方开展工作 发展教会 南非印度洋分会的版图内有不少的报道先锋 这些报道士面临着种种的挑战 而他们所得到的赏赐 就是看到很多人将生命完全献给基督 刚刚来到博尔雅纳造工没多久的莱斯利 他需要时日融入社区 所以需要大家的讨告帮助 将福音传给他所接触的人 我刚刚来到这里一个月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心情很复杂 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好的社区 很多人淤酒 吸毒 有家庭暴力 我常常在想 怎样才可以在这里传到福音呢 我觉得这里的人民 他们都经历了很多苦难 所以我也想找一种 能够给他们解决的途径 可以摆脱日常的挣扎 所以如果我只是在这里和他们讲圣经 不讲其他东西 只是讲圣经的话 他们都不会看到 自己究竟的生活是如何得到改善的 我买了一大个面包 和一些果汁 送给一会人家 他们就很乐意地接受 当他们看到我不单止 关心他们的属灵需要 和他们的身体需要 他们对我的态度 就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因为觉得我真的关心他 之后呢 他们就更乐意听我讲的讯息 因为之前呢 他们只是想说 你是不是肯定在这里 传基督教的福音呢 我们就以为你 只是想拉我们入教会的 没有其他东西而已 但是现在呢 他们就看出我不单止 就是关心他们属灵需要 还关心他们生活的 是不是足够啊 还有他们的生命的理想啊 那他们就格外兴奋 就更加觉得呢 这个传给他们的福音呢 是更加实实在在 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 那我就觉得 我能够将这样的项目 是永远在他们生活中 我是配受鼓舞的 这个真的可以改变生命 是生命的改变 这一区就是我负责的了 我在这里工作的 我每天早上呢 都很早来到这里呢 就想和居民打交道 就将希望的讯息呢 就带给他们 那我看到他们生命呢 每天都在这里有所改变的 那我看到我自己工作的果效呢 我就知道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 虽然来到只是一个月 萊斯利就已经和当地的领袖合作 开始改善社区 满足居民的需要 近来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当地的一所有 幼儿园做义工 他教小朋友知识 讲故事甚至一起祷告 他的目标是尽自己所能去改善幼儿园的状况 我想请全球教会大家庭一起祷告 其中一项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人手 来到这里参与这里工作 你不一定需要有一个神学学位的 你只需要心甘情愿来这里服务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愿意被上帝使用的人 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来到改变他们的生命 我最想看到的就是 百姓的生命能够发生转变 因为我知道上帝想在这里的百姓当中 显出他的作为 正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 所以我才有百日黑夜做工的动力 在津巴部位的布拉雅耀 一个小小的孤儿园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 基督福林奥西亚会在全球各地 致力于向儿童提供人生成功最佳机会 办学、建立教会、开办下令营 都是本会信徒为儿童成长所做的努力 这些项目全方面感关注儿童的 身心灵的健康发育 装备他们迎接人生 帮助他们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 在南非你可以找到很多专门为儿童开办的项目 教育在当地是配受关注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儿童就没有那么多机会了 在津巴部位 伊丽莎白女王福林信徒儿童之家 是该国唯一一所由本会运作的孤儿园 福林信徒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开始管理和运作这家孤儿园 这些孩子有些是失去伤亲 有些被遗弃在人家家门口 遭受过虐待 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很多儿童来到这里是因为患上爱滋病 这个地区的爱滋病疫情是很严峻的 儿童之家的员工都在这里尽力帮助这些孩子 对于Samuel来说 这家孤儿园是他重获新生的地方 他只有两天大的时候就被抱怜了 年幼的他在没有父母亲的照顾下 是前途堪忧的 但是福林信徒儿童之家的员工 是充满爱心感养育他 Samuel现在越来越强壮了 他和其他孩子是情同手足的 虽然可能他不是明白很多东西 但是上帝一直都在眷顾他 在这个地区的生活的确是很艰难的 和Samuel差不多经历的孩子在这里有很多个 甚至有些是出生第二天就被遗弃了 福林信徒员工很辛勤地养育这些宝贵的生命 而孤儿园的接待能力只有30个孩子 当他们长大一些董事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学习 讨告唱歌和爱人爱己 员工希望这些小孩能成长为一个爱主的人 和主建立关系 他年年纪轻轻就懂得怎么和主聊天 聆听主的声音 孤儿园的工作越来越多 需求日益增加 当地的法规都在改变 孤儿园是急需升级设施 出于种种原因 这项工作十分困难 其中一项大的工程就是要改善洗手间的设施 这些孩子需要一个新的厕所和洗浴设备 以防止疾病传播 这些马桶冲不了水的了 造成卫生的隐患 在非洲南部的小孩 他们需要你的祷告和支援 该地区的需求是很迫切 请为孤儿园献上祷告 让他继续造福那些在津巴部位的小孩 也请大家祷告 让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爱主事奉主 多谢你们的大力支持